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 驻京部队老干部欢聚一堂 喜迎新春佳节 驾五四十许 习近平来到老同居中间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 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 共同回顾过去一年党 国家 军队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老同志们一致表示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锐益进取 开拓创新 为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 做出新的贡献 演出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 由旭 伟生和军魂永驻 情戏人民 寸土不让 敢打必胜 血脉更绪 庄严承诺 民族复兴 七组节目构成 综合歌 舞 情景对白 影视片段等多种艺术手段 将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 与展现新时代强军风采有机结合 喜庆热烈的情景表演与舞蹈 过大年 我和我的祖国拉开演出序幕 歌曲《人民军队终于等》 我们从古田再出发 表达了人民军队对党绝对忠诚 坚决听党指挥的如盘信念 古田再出发 从心中再出发 经典老歌《红军阿哥你慢慢走》 和新歌《本色》 表现了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 生死相依的雨水深情 先进阴谋 永保革命本色的崇高精神 表演唱在祖国的海洋上 我用生命守护你 展现了三军将士保卫祖国 寸土不让的蒸蒸誓言 战斗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我们是无敌的长空雄鹰 我们已经准备好 呈现了传承红色血脉 使致强军打赢的昂扬斗志 表演唱《不忘初心》 钢铁的织布英雄的兵 反映了红扬优传统 永保宗旨本色的新风新貌 我的绿水青山 庄严承诺等歌曲 再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汤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的生动画卷 表演唱《新的天地》 和平的心火和混声合唱 《请你解阅》 铺展出军民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壮破图景 演出在领唱与合唱 中国道路的豪迈歌声中 落下帷幕 抒发了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奋勇前进的壮志豪勤 许其亮 张又霞 魏凤和 李作成 苗华 张生民 一同观看 观看演出的还有军委机关各部门 驻京大单位领导和驻京部队官兵代表 空降兵某旅新兵 空降兵某旅新兵 在完成多次小型运输机跳伞训练后 日前迎来了他们的首次大飞机跳伞训练 随着一朵朵伞花在空中绽放 新兵们向着合格的空降兵战斗员 迈出了坚实一步 这里是欧洲某军用机场 千余迷新兵即将在这里登机 完成军旅生涯首次大飞机跳伞 我身后伞运家人正在检查伞距 做登机权的最后准备工作 不同于小飞机跳伞 大飞机跳伞是新战士练就 全域空降作战本领的必然一步 此前 这批新兵已圆满完成 四次小型运输机昼夜间跳伞训练 具备了一定的跳伞基础 但由于大飞机飞行速度快 人员密度大 开伞冲击强 对跳伞员而言难度更高 挑战更大 马上要跳当飞机了 虽然天气很冷 但是我的心是火热的 我一定能完成这次任务 加油 随着飞机准时抵达 新战士们信心满满的 依次登机飞向蓝天 为了帮助他们缓解紧张情绪 机舱内投放员开始不停地 为大家加油鼓劲 把每个动作做现实 动作到 加油 加油 好 妈妈 今天我将进行更加刺激 更加具有挑战性的 大飞机跳伞了 我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叫我的 加油 加油 飞机抵达预定空域 机舱门缓缓打开 新战士们勇敢跃出机舱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搭飞机任务 我完成好了 我内心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相信在下一次的任务中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要感谢一下我的班长和我的教员 他给了我最大的鼓励 让我有足够的信心 让我能够跳出去 接下来 新战士们还将进行更具挑战 和贴近实战的武装跳伞课目 向着全疆域到达 全天后作战的 合格空降兵战略员进发 大飞机跳伞相比于小飞机跳伞 危险性数更高 难度也更大 今天我们新同志的大飞机离击 非常的勇敢果断 空中操作很灵活 着陆很安全 为我们下一步的升空跳伞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去年五月份进入任务区以来 中国第十八批赴黎巴嫩维和工兵分队的扫雷兵 已经在黎以边境地区执行了近六个月的扫雷任务 黎巴嫩属于地中海型气候 现在正值雨季 扫雷官兵经常要在大雨过后的泥泞中 实施扫雷作业 因此困难和考验可想而知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由于头天晚上刚刚下过大雨 已经清排过的安全区域被雨水冲刷出了新的沟壑 一脚踩下去整个脚会全部陷进泥里 第一组进入作业的扫雷手要再探测一遍通道 因为经过一场大雨的冲刷 雨水可能会把为清排区域裸露的地雷冲至我们已经作业的区域 每当我们再次进入雷场时都会用探灵器和裸眼 反复地观察探测才会再次进入 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上 白天平均气温只有七摄氏度 为了行动方便 官兵们在进入雷场前都要先脱掉厚厚的棉衣 我们的扫雷作业本身就要穿着十几公斤 十几公斤重的防护服穿着 然后如果说是再穿上大衣 穿上戴上手套的话 对身体的灵活性对产生很大的影响 再者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扫雷作业的进度 由于年代久远 很多地雷周边都是石块 或是被植被的草根紧紧包裹住 大雨过后 在十年的土壤里拍雷 一举一动都需要格外小心 扫雷组长宁增 曾遇到过一枚裸露在地表的地雷 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这颗引信它是撞进去了 上压盖也压下去 但是作业的时候 我跟作业手说不要去动它 也不要碰它 然后我们在处理这个时候 就是处理得非常的小心 就是不碰它 不碰它情况下 在所有周边的草给它减掉 来确保这个作业安全 扫雷官兵在这片雷场 已经清排了近六个月的时间 从炎热干燥的夏季 到寒冷多雨的冬季 近5000平米的雷场变为安全区域 中国式扫雷 已成为连力部队安全高效的代名词 我现在作业的时候 可以通过探雷器的声音变化 初步判断信号源的位置 以及确定以下是不是地雷 以及地雷的深度 扫雷作业虽然危险 但是我们只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以及了解地雷的性能 我们就能安全稳定地完成我们的工作 黑龙江黑河市是我国的高寒地区之一 那里有一个说法 叫做一年时光半年冬 每到冬季借江风洞 驻守在那里的黑河好八连 就会在借江上用冰块搭建起执勤少尉 官兵们每天在寒气袭人的江面上 站岗执勤 我们新春走机层的记者 也来到了黑河好八连采访 体验着冰雪借江上的坚守 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前方记者 鸡毛雷 毛雷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情况 好的 李伟 我现在就是在中俄借江 黑龙江的黑河段 现在的体感温度大概是在零下 三十度左右 比白天要冷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 我现在脚下其实就是黑龙江的江面 滚滚的江水一到冬天 就变成了坚固的道路 而我身后就是黑河好八连的红旗少尉 他就建在江面上 中俄两国也以黑龙江的主航道划分了国界 黑河因为是在冬天 所以说黑河的天气黑得比较早 差不多到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 天就完全黑了 下面大家跟随着我的左手边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的黑龙江省黑河市 来摄像老师 再跟随我右手边看一下 而这边就是俄罗斯了 我们的冰上少尉也在灯光的映衬下 显得与白天有很大的不同 每年冬天的时候呢 战士们都要将少尉从江边移到江面上 一方面可以保障我们的国门安全 另一方面也防止因为国界不清晰 部分的游客可能会夜静 为什么我说这里的少尉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呢 我们走进来看一下 因为这是战士们用冰块一块一块搭建而成的 大家看整个冰屋非常的漂亮 即使在夜晚也显得晶莹剔透 而这样的设计呢 也因地制宜能够起到很好的防风效果 同时也特别的醒目 此时此刻夜晚的黑河气温非常的低 比白天要冷了许多 江面上也有风 即使我穿得非常的厚重 也能感受到这个风 再往我的衣服里钻 而在这里执勤的战士们 他们两人一班 每班要在这值守三个小时 其中一个人在屋里观察情况 而另外一个人就在周边警戒巡逻 我们看到在少尉的门口 有这样的十个字 身披冰铠甲 笑傲风雪寒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鼓舞着他们 才可以让他们不畏严寒 坚守在站位上 好的立委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茂雷 你们在那里采访要多注意保暖 谢谢茂雷的连线 去年六月火箭军某导弹旅任务规划队原队长邱黄成 突发疾病倒在了站位上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0岁 邱黄成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 翻开他留下的厚厚的11本日记 一个既朴实又高尚既无私又温暖的形象 在我们的眼前变得立体起来 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 在带给人们心灵净化之外 更多的是 对这位平凡英雄的深深缅怀 当个好兵 是邱黄成在日记本《非夜》上写下的四个字 在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一句话 人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 日后当你回想起努力的过程 会知道这是多么美丽的回忆 邱黄成去世后 他的妻子周慧经 一有时间就来到邱黄成的老家 看望公公婆婆 替丈夫尽孝 与邱黄成的父亲交谈时 老人讲起了儿子名字的由来 从儿时起 当个好兵 就成为邱黄成一生的追求 入伍22年 邱黄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练兵场上度过的 很少能有时间陪伴家人 但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每次探亲都要看望贫困的老乡 还主动为村里建设捐款 像雷锋那样做人 像白球恩那样工作 邱黄成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也是这样做的 在邻居眼里 邱黄成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难事 邱黄成总是跑前跑后的帮忙 拿个钢瓶啊 买的什么东西 菜让你回来了 他都跑下来了 帮我们领了 依次邻居于建中随口提起 想利用楼下的平台种点花草蔬菜 没想到过了几天 邱黄成就把土背了回来 他这个人啊 没有什么豪业壮女 也没有什么今天冬地的什么事情 在中他生活上面 一言一言 做的事情体现出来 这个人浑身发的光 对乡亲 对邻居 邱黄成热情相待 对家庭更是全心付出 每次回到家 家务活他全包 只要有空 就会带着女儿出去跑步 爬山抓鱼 每当邱黄成离开家 回部队的时候 女儿总是满眼不舍 他就会站在这里门上 手这样扳开 爸爸不要走 就是爸爸走到楼梯口 就是也是抓着爸爸的这个腿 爸爸你别回去 你别回部队 就是经常会这样 军人就意味着牺牲和奉献 邱黄成心里明白这个道理 也曾在日记里写道 不能自私 给予人家不是自己失去了一份 而是赢得了无数 2009年 邱黄成得到部队分房的机会 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意外的选择 当时他跟我讲 现在符合分房调的人比较多 房源比较紧张 他在市里面已经有房子了 虽然远 但还比较方便 如果他把分房的名额让出来 其他有需求的同志 就有可能分到房子 对于邱黄成 把分到手的公寓房 推掉的做法 妻子周慧经 一时难以理解 这些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秋黄成就像冬日的阳光 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感受秋黄成 就是要感受它这种温暖和阳光 平凡中的不凡 它就像我们营区里 一株株 芳香四溢的香樟树一样 朴实无华 扎根沃土 在平凡中坚守 在坚守中绽放 当地时间1月11至1月13号 海洋卫视2020 中巴海上连演 在阿拉伯海北部海域持续进行 双方海军围绕直升机护降 林检拿捕 海上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 模拟导弹攻击 是这次演练的一个重头科目 中巴双方作战舰艇 混边展开自由对抗 双方舰艇采取雷达静默 隐蔽机动的方式 规避对方探测 并灵活使用直升机侦察引导 舰艇引导攻击等方式 对敌舰艇实施打击 我们兵舰混边 但是能够达成有效的沟通 和作战行动的协同 彼此能够明白 对方的作战企图 协同配合比较密切 能够实现编队指挥所的作战企图 达到作战目的 在随后进行的领检拿捕课目中 巴基斯坦海军沙姆希尔号 护卫舰模拟可疑船只 中国海军175舰陆战队员 登舰进行查证 此外 中巴双方还围绕直升机起降 源泉救生 损管检修等课目进行了演练 进一步加强双方海军的 协同配合与默契程度 在海上首次组织了 源泉救生的实际演练 这大大提高了双方 水下的应急救援能力 检验提高了编队的 实在化训练水平 整个编队吧 都按计划完成了 预定的科目和 相关的计划内容 为我们下一步执行任务 练定了很好的基础 国际方面 继续关注伊朗局势 随着美伊关系不断升级 近日包括卡塔尔 埃密尔塔米姆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 叙利亚总理 伊玛德哈米斯等多国领导人 先后访问伊朗 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伊朗总统鲁哈尼 就近期地区局势等相关问题 举行会谈 并展开外交斡旋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在与卡塔尔 埃密尔塔米姆的会谈中表示 伊朗准备好和地区 其他国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他呼吁地区国家间加强合作 以应对美国及其盟友 引发的问题 此前伊朗总统鲁哈尼 与塔米姆进行了会谈 塔米姆在与鲁哈尼会谈后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当前敏感时期 当务之急是尽快开展对话 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 鲁哈尼表示 考虑到地区安全的重要性 伊朗和卡塔尔双方决定 增进沟通协商与合作 当地时间12号晚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德黑兰 会见了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 鲁哈尼强调 伊朗愿意与所有区域国家密切合作 并欢迎巴基斯坦在区域和平与稳定中 做出更多贡献 据悉 库雷西将在访问伊朗之后 前往沙特和美国进行访问 另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 叙利亚总理伊玛德·哈米斯 也于12号抵达伊朗进行访问 伊拉克安全部门12号发表声明说 伊拉克萨拉赫丁省 诸有美军的拜莱德空军基地 当晚遭到8枚火箭弹袭击 造成4名伊拉克空军日员受伤 其中包括2名军官 声明未提及更多细节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 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本月3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指挥官苏莱玛尼 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 遭美军空袭身亡 4号伊拉克拜莱德空军基地 曾遭到多枚炮弹袭击 伊拉克媒体报道说 排击炮击中了基地的伊拉克军方仓库 造成3名士兵受伤 机场跑到受损 当地时间1月12号 伊拉克人民动员委员会证实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 人民动员组织下属卡尔巴拉旅 指挥官萨阿迪11号晚间 在巴格达遭不明枪手暗杀 萨阿迪在人民动员组织中的地位较高 遇刺时 萨阿迪身处巴格达东部萨德尔城 由两名护卫随行 目前还没有组织或个人宣布 对暗杀事件负责 暗杀事件的动机也并不明朗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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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